联合国共产党花最多钱的其中一个部门 是哪个部门 就是人权组织 他为什么花最多钱的是人权组织啊 就是他人权不行嘛 他要杀人嘛 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 结果是共产党彻底控制了联合国人权组织 香港的噩梦就来了 新疆的大屠杀就来了 也就是说想杀人之前 你肯定把杀人的旁边警察先买通 你抢银行这时候 你很可能把银行的安保组织给收买了 这就是一个最可怕的 第二个大家知道 共产党在全世界花钱最多的 最多蓝金黄是什么机构 大家记住就是媒体 所有一个党 他想让你干坏事的时候 他就先把你全世界闭嘴 第三就是世界上的医疗机构 第四是司法机构 我第一我杀人 我让你人权上成为杀人合法化 第二一旦人知道了 我要让大家都全部都清楚 闭嘴不要说话 第三个 我要放途 我要把医疗机构 医药 关于各种科教组织全干掉 第四个 如果你真发现了 我有问题的时候 我会让你国家的司法机构 把你这些人全抓起来 对你闭嘴 或者你不对咎我的责任 我会让你来自行的 我会让你来自行的 你都不对咎我的 我会让你来自行的 我会让你来自行的 发现了